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暗区突围,你真的了解科特吗? 看似暴力,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会当队长 暗区突围工业介绍 你知道你手上的枪是哪来的吗? 如果说有任天生的领导者、指挥者 那一定就是科特 早在科伦的时候 科特就成为了一名特派员 并且在战争期间被派了卡莫纳执行任务 初次大上了卡莫纳的徒弟 科特还不是队长 只是一名普通的黑金特派阙队员 是队伍里被保护着的角色 而他的队长十分严厉 哪怕犯一点小错误 都迎来劈头盖脸的训斥 科特觉得自己的队长过于严厉 但碍于自己的直截 只能暗自心想 如果有一天自己成为队长 一定会细心照顾好自己的队友 直到因为一个食物 科特差点上了命 见光伙食之剑 是那个满嘴脏话的队长救他 生死之际被救下的那一刻 科特听不到队长的谩骂 就截后于生信心和对队长的感激 毫无疑问 这件事情改变了科特对于队长的看法 当发现队长总是嘴仓不饶人 实际上 冠心队里每一个人 他所有的严厉 只是为了保护队员 以免他在战场上失去生命 而天也有不测风云 在一次直营任务过程中 队长为了保护科特 失去了生命 在生命垂危之际 队长将怀里的作战指南针交给了科特 科特 我相信我的眼光 你有领导的天赋 这枚指南针给你 你一定带卡木纳活下去 带着更多人活下去 后来的科特有了自己的小队 看着手起来队员那一张将充满年轻 鲜活的脸 科特笑了笑 想要自己当年的幼子 队长哪里是那么好当的 瑞莎学了当初队长的样子 严格要求自己的士兵 虽然能看到队员眼中的无难 但科特不在了 因为时间会证明 在战场之上活下去 冤必一切都重要 当年队长对于科特的教导 他一直记在科特的心中 大梅指南针在后来的战斗中 也救了科特一命 在一眼无垠的沙漠里 指了一条活着的路 当年的队长没有看错人 科特是一个完美的领导者 但没有一个队长的成长之路 是一帆风顺的 科特的小队由于人手不足 执行任务差一点失败 他的队员也死伤惨重 就是这一次 科特因为错误用了炸弹 炸死了许多平民 但是他没有办法 千军一刻 但自己的生命都没有办法保存 又何谈去保护别人呢 但是战事不能停歇 在战场之上 他的生命永远不能被自己阻挡 他招募了罗尔夫伯纳德 进入自己的队伍里 来到卡木纳电子台 进行情报调查 开启了新的阵程 能走到哪里 科特自己也不知道 因战场之上 哪有心思想这些事情的 科特的身影渐渐与自己队长的身影重合 说是相同的话语 虽然充满暴露 但永远在乎自己的队友 不与相比暗区的其他首领来说 科特算不上阵语 庆格暴露 甚至有一点像反派 可是战场之上 谁能决因自己的命运呢 他所作为 不过是让自己活下去 让队友活下去 或许他不是一个好人 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毕竟错的不是他 是战者 公司波斯手传的黄金沙漠之音就出自于他们之首 在官方介绍里 该枪身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还有FAL突击步枪 F两枪突击步枪 FAMAS突击步枪 SKAR突击步枪 M249轻机枪 都是他们生产的 降了暗区四分之一的枪械市场 是黑金的枪械供应商 剩下四分之一的枪械市场 就了另外一家公司 黑尔卡公司 公司不大 枪械也都挺好用的 科特的AUJ突击步枪 KRD MCS突击步枪 都属于赫尔卡的枪 可以看出 应该让黑金合作的枪械公司 临界点武器公司 是科伦行星的均匀装备公司 独打救了一个前沿女高端 虽然生产的枪械不多 但是MK14射有无枪 M110射有无枪 但暗区中都有很好用的存在 提问M110射有无枪 还有伯纳德的专属武器 916专业装备制造公司 是家专门生产安保装备 与特种装备的科伦制造公司 TK6安保黄弹面罩就是他们生产的 弗安明顿枪械公司 脑牌科伦枪械制造公司 生产经典民用狩猎 竞赛枪械子弹 M870散弹枪 USAS-12散弹枪 M300首强都入他们生产 未来之影 如要生产户外运动装备 台风系列运动服务 几乎都入他们生产 暗区不愧是最为宏大的丑油啊 大部分的军事生产公司都位于科伦 背景里也说 科伦是军事打国 也确实名副齐学 不过还真是那句话 逼经靠装备 白狼靠忍耐 倒也算是